Good morning Ohayou gozaimasu Bonjour Tagazou Tagazou 大家早 盈接充满希望的曙光 让我们说声 早安大家长 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 我将不再迷惘潮潮 小贝Ohayou 乐龄加巴黎 欢迎听众朋友们 再回到FM104.1 正声台北条平台 您现在收听到 节目是早安大家长 修贝尔还有 我是修贝 不许小的听众朋友们 这两年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是跟失智症有关的 这是女明星朱利埃摩尔所演的 我想念我自己 这故事就是说到 她一个大学教授 是非常有成就的 可是忽然有一天 她站上了讲台 她说不出任何一句话 也想不出来她该说什么 这才警觉到她得了失智症 这下得了 她很担心 她是不是整个家族里面 都有失智的问题 这个基因很有可能 就会一带传一带下去 就跟家人打了商量 开了家庭会议 要所有的家里面家人 都去做这个基因检测 看有没有失智症的 这个基因存在 但真的是 我觉得是很不幸 她的大女儿也潜在着 失智症的这个基因 让整个家族 有一点陷入了风暴当中 关于这样的一个基因 存在在身体里头 您是不是也觉得 哇好惶恐呢 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要请专家 来告诉我们了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建乐室诊所的营养师 林安安 林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 哈喽安安您好 修贝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早安 是安安 这样的一个电影情节 我想你一定也有印象 那我其实觉得还蛮难过 就是她的大女儿 其实刚好是在怀孕的 一个状况 那么就知道自己 有这个失智症的基因 她可能就 就也会传给她的孩子 一代的传一代下去 让我们也非常的担忧 那这个只是一个基因的存在危机 其实我们的基因 你看大家都晓得 它可能是你的皮肤 你跟父母的一个相貌 相不相等等的 甚至我有可能是肠胃不好 也是来自我妈妈的遗传问题 没错没错 对不对 所以关于这样的基因 跟营养部分后 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 您是不是也跟所有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就从头开始好了 好没问题 到底基因它显现在我们身体上面 除了我刚刚说到的 那个几个显现 比较明显的之外 它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就跟刚刚秀贝姐讲的 基因它就是简单的来说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头发的颜色 对 像是我们是亚洲人的话 会是黑发 外国人的话可能是金发 或者是红发 然后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肤色 甚至于我们的肤质 混合肌 干性肌 还是油性的肌肤 甚至我们的身高 高矮 胖瘦 眼睛是双眼皮 还是单眼皮 对 然后还有这些 一些跟疾病有关 其实都是跟基因有关 那它是由父母亲 所遗传下来给我们的 对 但是除了我刚刚说到 如果说你今天家族 刚好碰到了一个 比较重大的疾病 有人生病了 才去做基因检测 一般我们是不会特别去了解 我带了什么样的基因吧 一般来说很难透过一般的健康检查得知 对啊 那我们平常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基因检测 对自己的健康上面 或者是说对营养上头 要去多了解一些呢 其实基因检测它会跟一般的健康检查 它的主要的差异会是在它的时机 跟它的用途 那一般的健康检查呢 我们是做好 像例如说 我们一般来说做健康检查 都是想要知道当下的身体状况 对 或者是你真的身体有不舒服 有异状以后 你才会想到说到医院做诊断或做治疗 没错 但是基因检查呢 是从像是刚才电影说到的 那个朱莉安摩尔 她的大女儿 她在怀孕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做一个新生儿的基因检测 嗯 了解 那做完基因检测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判定说 她是不是带有像是失智症 阿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群 嗯 那在她还没有发病之前 嗯 其实我们就可以寻求一些专业医疗的咨询 或者是搭配一些饮食的建议 做好预防 嗯 这会让我想到哦 如果说你的家族当中 有人有高血压的话 你很可能会有高血压 用这样比较简单的例子 是不是我们听众的朋友们就 很快可以了解到了 嗯 对啊 其实或者是也可以说 现在人一般比较在意的 像是肥胖 嗯 如果爸妈爸妈都是有肥胖体质 肥胖基因的话 嗯 其实子女得到肥胖的几率也是高的 嗯 可是她跟我们的环境 有没有关联性呢 当然还是有 基因是其中一个影响因子 但是她还会受到外界的环境 饮食 或者是你后天一些生活的习惯 她会去做一些交互影响 所以基因只是单一项的因子而已 嗯 哇听起来这个基因检查很厉害 她跟我们一般的健康检查恐怕不太相同 更是精密了 对不对 对 她可以帮助你了解到你未来的疾病发生趋势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做过这样的基因检查 她看到红字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像是看到健检报告一样很紧张 对啊 胆固醇过高 对 但是其实你现在可能没有这样的状况 她是告诉你说你先天某一些基因有这样的缺陷 你可能未来会比较容易罹患什么样的疾病 嗯 可是你知道吗 看到那个红字的时候 其实日子就开始难过了 会每天提心跳胆的啊 我觉得这她就是一个警醒作用 她告诉你说如果你有大肠癌的基因 像是之前于天的女儿于苑琪 是 她也有做过基因检测 嗯 对 但是她是在罹患之后才去做的 发现到她真的 哦 有点晚了 有点晚了 因为她是在发现自己有血便的状况 她才去做检查的 嗯 这样其实检查到有这样的基因 其实也是为时以晚 你只能做到一般医疗院所的治疗而已 嗯 可是通常都是 我刚刚也说到 就是家人当中 有人生了重病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 哎呀 我是不是也要来检查一下 一般的话 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 去做这样的检查会比较好呢 可能就是告诉我自己 哎 可能我要重视它咯 嗯 就像刚才修贝姐讲的 如果父母家族性 有罹患一些癌症 乳癌 大肠癌 肝癌 肺癌 这些比较常见的国人十大癌症 嗯 甚至像是慢性病 高血压 高血脂 然后还有像是眼睛的一些疾病啊 白内障 嗯 黄斑部病变 清光眼 嗯 甚至连骨质疏松 退化性关节炎 这些都会跟基因有关 嗯 那如果家族有这方面的疾病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建议及早做基因检测 嗯 那基因检测是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了 还是说 呃 会因为每年不同 身体状况不一样 或者是说 哎 五年做一次健检 那种国民健检 一样的模式呢 嗯 我觉得基因检测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它是父母遗传给我们的 对 所以它是不会改变的 嗯 除非说我们像是遇到 早期X光的操作 然后它会操作人员 它比较容易会接触到一些X光的照射 嗯 或者是像现在的饮食状况 嗯 它会有一些化学物质 比较容易致癌 致突变 嗯 对 像是有些香水啊 化妆品啊 这里面都有一些定香剂嘛 对 这些都很容易造成突变 嗯 除非是长期接触到这些化学物质 不然我们的基因其实不会改变 一生做过一次就可以了 嗯 对不用这么操心的 是说每年都要去做一次进行检测 不用不用 所以其实越早做的话 嗯 投资报酬率越高 投资报酬越高 那需要在小时候就做吗 小时候就可以做了 嗯 对啊 因为你如果小时候就可以检测出说 哎我未来可能会罹患大肠癌 或者是肥胖的高风险 那你是不是就会叮嘱你的小孩说 哦烧烤食物 你没有这个本钱可以吃 没错 你的甜食啊糖果饼干 嗯 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吃它 你少了这个本钱 嗯嗯 精英检测哦 这个项目是不是很复杂呢 就是说它包含的种类很多 我们是不是针对自己家族当中的某一项 很可能会发生的 我只要做这部分就好了 还是我全面性的做检查 其实建议呢 呃是要做全面性的检查会比较好 因为呃父母有这样的一个遗传疾病的话 它是给你一个警醒作用 但你不见得会遗传到 嗯 然后就像刚才说的 可能会受到一些外来环境 像是一些化学物质的影响 嗯嗯 它也许爸妈都没有大肠癌 但是你自己做检测报告的结果 可能也会有大肠癌 那如果你少检测这一项 是不是就可惜了 难得其实都做了精英检测 其实建议还是全面性 尤其是慢性病 跟癌症的部分 建议还是要做一次性的筛检 会比较好 不过安安 大家做了这个精英检测 如果说显现出来是可能存在的因子 大家都很担心 我会不会再传给下一代 这是比较令人担忧的部分 对啊 其实还蛮多 尤其是借领试婚的一些男女 其实他们最担忧的 并不是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啊 反而是担心自己的下一代 嗯 是 所以其实在婚前 我们也蛮建议做一项这样的基因检测 除了照顾自己的身体 其实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做招商 那他跟这样的什么婚前健康检查 感觉听起来有点类似呢 哦 可是一般婚前健康检查 他会检查你 现在的身体状况 还有一些生育能力的 差异性 对 但他不能保证说 你生下来的小孩 他会带有什么样的基因 嗯 这是两者的一个差异性 是 这个基因检测的风潮哦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国外开始的吗 嗯 其实基因检测在国外 一直都还蛮流行的 主要是从三年前吧 2013年 安杰丽娜丘利 嗯 他做了 对 他做了各式各样的 女性一些疾病的检测 因为他家族当中 好像有罹患了 子宫颈癌的风险啦 跟乳癌的风险 嗯 因为他母亲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五十几岁 就因为乳癌跟软潮癌过世 是 所以他自己也担忧 他领养了很多小孩 他想要陪伴这些孩子们长大 嗯 所以他就去 在医生的经营之下 也做了经营检测 嗯 但是他在当时 后来 做了一个还蛮举世华人的举动 没错 他把他 算是还OK的一些 器官给拿掉了 对不对 对 这太太勇敢了 还没有 还没有产生疾病的一些 双乳 他把双乳切除 对啊 我觉得不容易啦 因为 大部分的人都希望 保全自己的这个器官 那都希望是说 他陪伴着我们 可是他这样 这样的一个模式 当然 这是他的选择 可是不见得是 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做的 嗯 对 他这样的选择 真的是 其实是比较极端的 对 因为没有了乳房 其实就谈不上 什么会得乳癌 嗯 然后他把他的 他在去年 把他的卵巢 跟疏软管都摘除了 是啊 所以也大大的降低 他会得乳癌 跟卵巢癌的风险 嗯 但是也没有办法保证说 他恐怕没有其他的 癌症 对不对 没有办法保证 对 只能说 这是一个警醒作用 让他知道 他有这样的一个 基因疾病的风险 那他之后 就要特别注意 嗯 在癌症的方面 尤其是乳癌 跟卵巢癌 虽然说 他已经做摘除 但是 还是有这样的几率存在 嗯 像一般 您刚刚有特别提到 什么白内障啦 清光眼啦 黄斑部病变 这个是可以靠 基因检测 去把它了解的 对不对 嗯 可以可以 因为其实我们眼睛 像是白内障 清光眼 跟黄斑部病变 它会跟我们的眼睛 末梢的血液循环有关 还有水分的一个调节 如果眼压 比较 你天生的眼压调节 就不佳的话 嗯 其实就很容易得清光眼 嗯 对 这个是很好的 因为 呃 如果说你早一点 可以知道的话 就不用 用眼过度啦 就会比较注意 尤其现在3C产品 对 像是电脑 手机啊 然后这些电视 蓝光 蓝光的刺激之下 其实就是会造成 本来就是你先天精英又不佳 然后你又后天 这样去破坏它 是 其实会加速你整个眼睛的一个疾病产生 对 真的 大家不要听到基因检测 就觉得哇 好可怕 你看看 这黄斑部病变 清光眼 我们可以在做基因检测的时候 就知道 哦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因存在 你就要对你的眼睛好好的保护了 自然在使用3C产品的时候 就不敢太过度了 这是一个好事耶 其实精英检测 离我们的生活是很近的 不是这么的尖色难懂 大部分听众应该听到基因会觉得 很难 离我们很遥远 对 没错 但其实就在生活之中啦 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到 就觉得好像是家族当中 有人生了重病的时候 才会全家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基因检测 或者是罹患癌症的时候 但是呢 你听到这样一些 我们好像常听到一些疾病 都可以靠基因检测 把它检测出来 你就知道说 哇 它就像暗暗说到的 离我们的生活是很近的 没有那么恐惧 对啊 像是退化新关节炎 这些老年病 其实都会跟基因有关 真的啊 不是老了都会有退化新关节炎 其实不一定耶 因为就像我们每个老人家 然后同一个家族 为什么你会得的是糖尿病 你会得的是高血压 那为什么不是老了 这三高全部出来 有些人他就是得到的疾病 就是不同 没错 对 但他就除了跟基因有关 当然也是跟生活环境有关 是的 在这个阶段 见乐视的营养师林安 来到节目当中 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分享到了 这个基因检测 其实呢 就是这么的简单 而且离我们很近 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高深莫测的学问 虽然它的确是很精密的 可是呢 它可以帮我们检测出来 你必须要预防什么东西 像现在大肠癌的人口 是比例这么的高 如果我们可以早点知道的话 我们在吃东西上面 就可以好好的检视一下 这个该吃 那个不能吃了 好的 当然基因检测的部分 还有很多事我们必须要了解 尤其是跟一般健康检查 还有很大的不一样哦 我们那边请色听众朋友们 还有安安稍微地休息一下 待会儿仔细来解析 欢迎听众朋友们 再回到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到 节目是早安大家长 秀贝有海优 我是秀贝 继续来到今天的 乐林甲巴黎 今天和秀贝在一起的是 建乐市诊所的营养师 林安安来到节目当中 安很可爱 很年轻就当了营养师 而且非常不一样的营养师 他是真的是关于基因方面的 很多人都说 营养学我知道啊 没错 现在是打开了电视报纸 或者是上网 你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营养资讯 包括你去了公园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 阿公阿嬷都在说 我糖尿病啊 我都吃这个拔辣 好像很有效 另外一个阿嬷也说 好回家吃看看 就吃了以后发现 我吃那不好 可能你的身体状况 跟阿公的身体状况 就不太一样 的确这个基因 它就是一个量身定做的 对不对 尤其是别人认为 好的东西不见得 你也OK 所以安安刚才有跟大家分享 到底关于基因检测的部分 那基因检测跟营养学 它又怎么样子 把它连结在一起 我们稍微再待会儿 来跟大家分享 我想要先来请教安安 你刚刚说到这个基因检测 听起来很莫测高深了 它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得知 我的基因跟我的疾病 是不是有关联性的呢 其实因为基因检测的方式 跟它报告的意义呢 是一个风险评估 跟机率的概念 就有一点像是 我们所说的一个科学命盘 科学算命吗 对科学算命 可以这样讲 用一个比较有 众多的一些科学文献研究方式 去做基础 然后告诉你说 我未来可能会得到 什么样的疾病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 科学算命的方式啦 是是 的确是很有道理哦 每个人老实讲 都想知道未来 可是却又惧怕知道未来 这就是算命 它有趣的部分 那相对的 这个基因检测也是如此 可是安安 我们要怎么样来 做基因检测呢 是到诊所 挂个号 我就说我要做一下 基因检测吗 还是说 我必须要抽血啦 验尿啦 这么繁琐的方式呢 现在基因检测的方式呢 已经进展到 就是不用像您说的 就是要抽血 要咽尿 还要空腹 没有这么复杂 其实是随时随地 都可以做的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 采用非侵入性的 口腔黏膜去采集 那就好像电视上 演的那些采取DNA的模式 亲子鉴定的感觉 对 很像 其实现在已经进展到这样了 而且也不需要特别去到 专业的医疗院所 您只要拨通电话 告诉我们说 您需要做基因检测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检测包 检测棉棒寄到家里面 民众就可以自行做采集了 也就等于说 你把东西寄过来 我可以整个家人 都一起来做基因检测咯 现在的流行风潮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人 家里一个人 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之后 他会把它推动到一个全家的人 都做基因检测的部分 大家都会同意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测吗 就你什么看过的一些case当中 其实我觉得基因检测这个风潮啊 大部分呢 在老人家方面还需要再多加推动 对 因为老人家他毕竟就是看到红字就会怕嘛 他比较惧怕看到说 我未来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疾病 对 很多都在讲 不上医院没事 一到医院做检查 做了健检之后 哇 整个人就不对了 他们都会有这种检测的一个恐惧 恐慌症 是是 那如果说 我觉得我现在身体状况很好啊 我每年的健检也都很OK 我需要做这种基因检测吗 当然还是需要 因为基因检测 它会是全面性的帮你检测说 你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疾病 那你定期做健康检查 其实项目种类都很多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不会每一年都做大肠镜胃镜 对 也不会每年去照那个核磁共振S光嘛 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份基因检测报告 你等于是拿到你自己的一个人体实用手册 它告诉你说 你身体哪个部分可能比较弱 未来可能会出事 那如果你有大肠癌的基因 你是不是就会警醒自己说 吃东西要小心 多吃点蔬果 对 然后每一年要做大肠镜检查 对 那如果你有子宫颈癌的一些风险 那你就会提醒自己说 我是不是要去打一下子宫颈疫苗了 然后子宫颈某片检查也不可以偷懒 对 如果说做了这个基因检测之后 是不是就像你说的 我就可以不用去做健康检查了呢 这两者是必须要相互搭配的 每年的定期健康检查 它是在监测你 每一年的身体状况 那如果你有异状的时候 你可以早期的去帮忙做治疗 那基因检测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 对 这个感觉上预防医学的观念 好像又拓展开来了耶 因为基因检测它会是比较在疾病发展的前端啦 但我们定期做健康检查 它是了解你身体目前现有的状况 那如果你有异状你要马上做治疗 好奇一件哦 就是它的准确度呢 您说基因检测吗 基因检测目前的准确度已经到九成以上了 哇 很厉害耶 所以这里就是我刚刚为什么会想要问说 我还要去做健检吗 就已经是这么的到九成可以测得出来 你未来的一个疾病状况了 那对于健检来讲 可能有人就会偷懒耶 这样子是不太好的 因为我们也有提到说 其实基因它只是影响疾病的其中一个因子 对 那如果你饮食不注意 你还是会诱发出其他的疾病 那如果你熬夜 那也会衍生出不同样的疾病 你没有办法确认说 我做这份基因检查 那我以后是不是就指的这些病 或者是不会得什么病 那如果我已经知道 我整个家族可能就是糖尿病了 就有这种高危险群 或者是高血压 大家都有很多人都得高血压 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去做基因检测了 反正堂哥有 可能我也会有啊 对不对 我的兄弟姐妹有 我也会有啊 那我还要去做这种基因检测吗 基因检测它的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在这里 你没有办法预料 因为我曾经还蛮遇到蛮多客户 尤其是整个家族嘛 整个家族一起 爸爸妈妈有高血压 但是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有高血压 就是他们把坏的基因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然后另外一个都没有带有类似的基因 那他没有带有类似基因 他的小孩呢 不见得 不见得 说简单的用爸妈有自己一定会有这样的概念去说 你必须要透过专业的一些科学分析 然后公式运算 算出他的几率 你才能知道说 这样子的得病几率 我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但是安安 我觉得把未来的一个生病状况 好像套用在我们知道数学当中的这个几率上 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很难接受耶 但是就像我讲的 就是他是一个算命嘛 那如果你命中注定 你就是会有 会跟水过不去 那你是不是就会去避免 去碰触到有水的地方 你就不会去游泳池 你就不会去玩水 你就会远离河边 它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 是不是安妮手边有接触到的一些case当中 举一两个例子跟大家分享 他们本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透过做了基因检测之后 真的是让他们避了很多的一些生病方面 很复杂的部分 目前在我们诊所遇到的病人 大多都是有慢性病跟三高的状况比较多 那他们有一些客户已经还有在服药了 但是基因检测对他们来说 他们可能就像修贝姐一开始说的 他们会觉得我自己已经有这样的疾病了 我做基因检测的目的是什么 多花了一笔钱的感觉 对啊 然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对 我也有高血脂 就是更加确定了 对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让你找出疾病的一个真结点在哪里 你为什么会有高血脂 那你是在哪一个基因功能上面出的问题 你是血脂代谢不佳 就是还是天生吃的东西比较不容易代谢导致的堆积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你哪些功能比较有缺陷 然后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 去告诉你说你可能必须要做怎么样的一些饮食调整 如果你本身的油脂代谢就不佳 那你是不是就要比一般的人油脂要吃的再更少 或者是需要辅助一些可能一些去油解腻的一些保健品 做服用 这样效果会更好 也就代表就是说 吃东西上头就更要注意了 同时在你选择保健食品上面 你不会觉得好像保健食品 就是你知道吗 大家都在卖 你根本不知道从何选择 但现在你知道你的基因状况是怎么样的话 你可以选择更多了 感觉上它真的是可以跟刚才我们一开始 特别说到的营养学做结合耶 对啊没错 基因检测报告现在已经进展到说 可以提供营养师一个饮食方面的建议 还有保健品选用的一个方向 因为就像刚才秀贝雪说的 保健品它的种类这么多 每个人的剂量又不太一样 那我到底适合哪一种 那我身体真正需要的会是什么样的营养素 我们其实可以透过精英检测 让你知道说我身体本身可能就缺少 哪一方面的一些代谢能力 我可能有眼睛不好 我本身的黄斑布就是比较有缺陷的 那我是不是就要补充像是叶黄素 这样类型的一个保健品 对你知道同样的一个家族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念是 我吃了不错就拿给其他的家人一起来吃 可是呢这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啦 这同样的保健食品又不见得适合其他的家人 因为它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所以这个时候再搭配精英检测过来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哦 对啊当然因为我们不希望病人呢 吃太多保健品 因为现在的保健品的剂量啊 还有它的种类 其实很多的功用会是相重复的 那你其实吃了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那其实就是造成自己的肝脏肾脏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觉得如果民众想要选择保健品的话 其实不应该是听别人告诉你要吃什么 或是听广告药师告诉你要吃什么 其实你应该要听的是你自己身体你自己的基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你才能更精准更精准的去投资自己的健康 这很重要的一点啦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到这个年纪我该吃什么样的保健食品 可是常常我们选的保健食品又不见得那么的适合自己 也许你不见得有骨质疏松症 对不对 你吃了很多的维他命D 那也不见得是适合你的部分 我想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蛮大的疑虑 就是说这个基因检测在价格方面很昂贵呢 其实从2000年开始从基因开始解码开始 一开始基因检测的价码的确是偏高的 而且它大多都是针对比较单一性遗传性的疾病 例如说像是白化症地中海型贫血 然后还有像是色盲血有病这些 这些如果基因缺陷小孩子马上就会显现出来影响到生活品质的 但是现在的基因检测风潮 它会比较朝向于像是慢性病跟癌症的部分 那它这样的一个检测项目费用会是比较低的 所以已经慢慢的在朝向平民化的阶段商品化的阶段了 我也没有办法说我去到这边的时候 我可能只要选择几个 看我们的年龄层来做分门别类的检查 还是一定得要像你刚刚说到的做的是很全面性的呢 如果要了解自己的健康 其实我们就不应该挑项目做啦 因为身体是环环相扣 那你没有办法确定说 如果你只挑单一的项目 你会不会去露撕掉其他没有检查到的一些基因问题呢 可能有的长者会认为说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我大概会生什么样的一个疾病状况 他可能就说我就检查这一些就好 这样的观念好像并不是那么的OK 其实我觉得老人家啦 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其实要该更注重一点 那其实对于小孩子 我们也是建议全面性的 那对于老人家 其实全面性的做检查 并不是自己身体目前现在有的一些问题 但是了解自己的身体 等于是也是帮家人做一个自己更完整的一个规划啦 没错 我想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多多知道这个有关基因检测的话 不妨是可以来跟建乐室诊所这边做一个联系 这免付费专线是0800656656 这很好记得电话号码 听众朋友们 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啦 有算是科学算命 帮你知道说 未来你可能在身体的哪个部分出现一些小trouble 你可以提早来知道 以往我们都说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 顶多就是吃一些保健食品 避免身体什么样的状况 可是我们现在提早来知道 会生什么样的疾病 那你知道的话 你就直接预防了 会比你吃了保健食品 不见得可以全面预防来得更加有效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部分 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 卷乐室诊所的营养师林安安 来到节目当中 带这么新的观念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也希望大家都受用 谢谢安安 也期待你下次再到节目当中 带更好讯息 跟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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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